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老鼠却可怜 因为不会游泳而被淹死了 老鼠淹死之后 被天上的老鹰发现 就这样 老鼠和青蛙都成了老鹰的盘中餐 正所谓 道不同不相为谋 青蛙跟老鼠本就是生活在两个世界的 硬要一起生活 反而害人害己 人也是一样 大家都有自己的圈子 看不透的心 不必费心去猜 容不入的圈子 无需努力强弱 垃圾社交 不如独处 不合群的你或许就是人群当中那道最靓丽的风景线 一生短暂 精力有限 去爱值得爱的人 去做想要做的事吧 不盲目从众才能活出自我 哥德曾说 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子 形状完全一样 一千个人之中 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情感上完全协调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 盲目从众只会让自己迷失自我 淹没在人群中 历史上就有一位不盲目从众活出自我的人 他就是范中焉 当时 范中焉还在读书 虽说成绩很好 但为人十分低调 有一天 宋真宗恰逢来到范中焉所在的应天书院 微服四方 听到这个消息后 全院的老师及学生都很激动 毕竟 肾上之眼想见到极不容易 学生们为了能够吸引宋真宗的眼球 纷纷施展才华 想要礼于一跃成龙 唯有范中焉静如厨子 似乎对宋真宗的到来毫无兴趣 别人问他为何不面见圣上 范中焉回答道 我在这儿的目的是好好读书 将来为国效力 唯有把书念好 才能对得起自己 对得起身上 范中焉一身都在追求自我 从未盲目从中 从未盲目从中 最终将自己的所学运用到之后的官场中 谁人背后无人说呢 做得再好 讨厌你的人还是讨厌 既然没办法迎合大众 那就不要和群 不要从中 活出自己就好了 人潮之中 谁都是一里沙 一滴水 渺小的让人忽视 唯有遵从自己的内心 给自己一方独处空间 才能坦然面对一切 活得自我 人不必追求完美 不必委屈求全 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舒服的 就像两条平行线 无论过多久 它们还是不会相交 论语曾言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懂你的人无需解释 不懂你的人 解释再多也没用 成年人的世界里 需要的是独处 是不和群 余生很短 愿你不委屈自己 不强求他人 守得自身清明 活得潇洒自在 与君共练 好了 今晚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本期读者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我是杨泽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